再往下 这个下边是内存性能分析 这个内存性能分析跟CPU一样不? 不一样 不太一样啊 这个下边属于什么 下边这个属于这个物理伤害啊 上面这个属于魔法伤害 对吧 下边这物理伤害呢 就是说它站的地儿大了 懂吧 就是说它站的内存大了 比如说你本身站 站这个1兆的一个程序可以搞定 你非得给站10兆 这就是内存性能不太高 理解吗 所以说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内存性能啊 就内存性能呢 我这就不写代码了 然后这找了一个现成的 嗯 内存 这个是GateHub上一个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呢 是就是用于内存测试的一个代码 它这个很长 多少行呀 700多行 咱们不用关心它里边写的什么逻辑 它里边写的什么内容 咱们不用关心 那主要是看这个文件运行起来 它内存性能的事啊 这个文件呢 在启动时 它要给我 要指定 对指定参数 你看这flag咱们学过没 就学过是吧 flag是指定那个参数呗 对吧 这就是说这个程序啊 是专门用于性能测试的 你可以测CPU性能 也可以测内存性能 懂吧 你要测内存性能 加这么一个参数 这参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内存的形式去收集信息 懂吧 如果说你写一个CPU profile 然后就是按照CPU性能测试去收集信息 是这个意思 然后它这个参数后边呢 你加一个文件名 就是它收集完的信息 给你一会儿生成这样一个文件 懂吧 PPROF 其实挺简单的 你看它这个只要收集完信息了 是不是到这了 OK 这就是关于它内存的这个性能分析 我这就不打开了 你打开肯定二斤质的 对 那么怎么用呢 咱们这块还是 GoToy GoToy PPROF 你看还是一样的命令 PPROF OK 还进去了 这个跟刚才的类型不一样了吧 刚才的分析类型是CPU 现在我们是分析内存的 至于说怎么分析呢 比如说我们还是这个看 它这里边函数肯定有五个是吧 我套个五一下 你看这个里边有五个 那么它套个五的函数呢 是 有这么多啊 有这么多 然后它是占第一个 它是占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它是这么 这么一个占法 第一个是占44%的一个内存 第二个是占42% 也就是说呢 这么六七百行一个程序 他们俩就把这个程序给我 把内存给我占光了吧 他俩其实已经占了 你看87% 是吧 这么去看的 OK 然后这里边呢 咱们主要就改其中一个啊 就改他吧 改这个Fund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Fund 例子 为啥改Fund 其实我之前自己运行 他是排第一个的啊 他今天这没按据本走 他这又排第二个去了 是 他没按据本啊 那我也得看他 这是Fund Lope FundLope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东西占内存 主要是在这儿占的多吧 对 在这儿占多 275行 也就是说长期275行 来打开 因为比较多啊 我给考到GoLand去看吧 考这儿 275 275是这个吗 我看一眼 MakMap是吧 是这儿 他认为是 占的内存比较多啊 首先呢 这块确实啊 它有个循环 然后这个循环 其实是 它是比较占CPU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循环里边 它又在MakMap 就是说创建很多的Map 这个肯定 消耗比较大了 是吧 那这个事啊 其实你看 它Mak这个Map 这个Map在哪呢 在哪声明的呀 是这个是吗 是这个 对对对 它还可以声明的是它 也就是说呢 它这儿 咱们先不用看逻辑 就是说你单纯从数据结构方面去想 这块其实因为它是Map 这个原因 其实这个引伸到咱们基础啊 前几天有同学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购源里边呢 为什么咱们Map 非得给它Mak一下 像那个切片 我不就直接用吗 对不对 问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说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性能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性能呀 你像切片 咱们之前讲过 切片在底层是什么结构 说专业点 说专业点是不是线性表呀 对在数据结构里边 它称为线性表 也就是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 对吧 就是一个线性表 然后这个Map呢 其实它不是 它是那个红黑树 对这个Map底层是红黑树 那你可以想 你一个树状结构 跟一个连续空间 谁占大呀 肯定是那个树占的空间大 然后而且红黑树呢 它还得处理那个红树和黑树 占的空间就更大了 它那红黑树呢 主要是为了这个便利搜索的 但是它占的地儿确实大 懂吗 其实主要在这块呢 就是这个红黑树 本身它结构比较大 然后它又在这个循环里边 负循环里边 又给你创建了N多个这个红黑树 是吧 一下这个占的就特别大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么这块呢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改动一下 虽然我不知道它写的这些逻辑是什么 然后但是我可以给它改一下处理结构 懂吗 咱们说的这个Map它占比较大 那么我在不改循环情况下 我给它可不可以把Map改成这个切片呀 其实这是可以的 可以 你Map是不是可以改成这个二维切片呀 可以的 所以说你这一改成切片 不管一维二维它占的都小了 比红黑树一个省地方多 懂吗 省的多 你把这行给住了 住了底下还包错是吧 有好几个地儿啊 一会儿都改一下 把这行住了 然后我给改一下 改成这个二维切片 还是叫这个名啊 还是叫它 等于 那这样呢 我就直接Map一个二维切片了 印它的是吧 size 它这一块是大小那个size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把这行住掉 这的话应该是让它 让它还是去等于 这是个切片 切片就 该加的加一下就行吧 把喷了一下 它这里边直接有方法 我也没注意在哪 应该是用这方法可以 把 这里边有一个 no 对 有这个方法 加一下 哎 不行呀 那我切一下 过去 掉掉点是吗 里边的切片也能出 哪个切片呀 不用呀 你看这块 其实已经直接弄一个二维切片了 直接弄一个二维切片了 直接弄一个二维切片了 然后我底下 我底下 我看看 它是 上面是make一下 然后底下呢 它是想给这个i去分别去make是吧 然后我现在呢 是给这个i去加一下这个东西 我感觉也行呀 我看看uniquin 然后 no back price 我给它加个处行吗 不行 加个i呢 哎 加个i行 我就先加上吧 因为我现在 我不是管它程序怎么写是吧 我现在主要想让它不包错 我一会测性能的事 它之前是直接用i的形式去给那个map去加 我现在是append加吧 对吧 这是切片的 OK 这是给二维切片加一个东西啊 然后你现在就知道我是想把map实现的事变成切片实现 懂吧 啊 然后下边还有啊 下边还有俩包错应该是 哎 不包错了 刚才我看有俩包错呢 是这个是吧 啊 这个东西 啊 对 这个东西 直接把它给 我想怎么改 这是no no的back 然后 对 我这我这都写好了 就是执行我这条就行吧 对 执行我这条就行啊 我主要是让它这个能够执行 应该还有一个包错呀 哎 这个是吧 OK 你看我这写好了 哎 就是说 它之前是用map的形式去做的 我现在给改成用这个切片形式去做 现在应该不报了吧 现在 没错了 行 行 这个没错的代码我给烤出来 站在这 好 我把它之前这个删了 然后我对它呢 重新进行一次这个收集信息啊 还是这个够软 把程序软起来 然后指定那个memor powerful 嗯 生成文件 pprof 哎 不是 这是编码的问题啊 编码有啥问题啊 我是不是应该改成UTL8呀 哦 有可能啊 那改了叠会不会出乱码呀 我看一眼 嗯 应该没中文就行啊 没中文可以 再试一下 啊 行了 这位行了 那么对于这个新的文件呢 我们再勾套一下 PPLF 进去了 进去我们再top5一下 哎 你发现top5 这个 它是占多少了 哎 它这个 现在是占8.6% 是不是啊 嗯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刚才是占45% 对吧 大概45 所以说这个 经过把这个map改成 这个切片已经小了那么多了 对了吧 嗯 这块主要是占多大地儿 然后也就是说那个map 你可以发现 它占的地儿是非常大的 它是一个红黑树的结构 好吧 好 这样的主要教你怎么去看CPU 看这个大小 然后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小问题 然后大概怎么去改 当然呢 大家以后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你就知道这个方式 起码你有一个方向 懂吗 嗯 这个我给截个图 嗯 行 这两文件就在这吧 然后一会儿也 这两文件直接发一下就行 对吧 对吧